站住 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怎么不拦着问问呢 站住 你闹什么闹去 人家都说官生脾气长 你都混到这份儿了 比原来还冲 各位弟兄 这可是朝廷的和中堂啊 正好和中堂 把它都起了吧起了吧 哎呀 季蛋门官现在是几品呢 五品 五品啊 没品了 那何某来了 就送了你一瓶 哦 我陪你品茶啊 哦 还不请我坐 当然请坐 哎 各位弟兄 和中堂请我品茶 我可不敢不去 哎 有劳几位了啊 来来来坐 哎 谁呀这门官当的啊 哎呀 何大人哪 你是设好了圈套 一步一步的 把我给套在里头喽 哈哈哈哈 你愿望何某喽 哈哈哈哈 你呀 先放小月去看苏青莲 然后又故意安排站班的太监都撤走 季某被你牵着鼻子一步一步的走入翁中了 哎呀 那你又小瞧何某喽 我跟你说 我这可是连环季一时三鸟 怎么样 没看出来吧 一时三鸟 哎 季某只知道自己是其中一鸟 那另外两鸟我还真不知道 第一 我接此季啊 把你弄到这当文官了 嗯 第二嘛 我假借你的手搭救了苏青莲小姐 嗯 实不相瞒 我早有搭救她的这颗心啊 只是苦于找不到一个替罪羔羊 哈哈 高明 第三嘛 我维护了皇上的威仪和尊严 也算功不可没啊 一时三鸟 哎 原来皇上在何大人心中 嗯 也就是一只鸟啊 嗯 可不得这么说啊 嗯 哈哈 我这随口这么一说你瞧你 嗯 嘿嘿 反正你旁边没谁啊 你苦于没有凭证 你整不了我 哈哈哈哈 哎呀 喝点你就放心吧 哎呀 都滚到这个地步了 我哪有心思整天哪 我呀 不会抓着你的小辫子的 哈哈 这事没好茶 来来来来 哈哈哈哈 这这是茶呀 嗯 成门官的茶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慢点吧 哎呀 记得门官啊 嗯 说句心里话 你这一走我真想你啊 因为你你一离开 这这我没了对手 没了高明的对手了 我就寂寞 寂寞得很哪 哈哈哈哈 哎呀 何大人呢 您用不着叹息嗯 咱们俩又不是生死别离 这崇文门离公文又不远 说不定哪天我就回去看您了呢 嗯 嗯 有道理 那我就恭候你了啊 嗯 希望季先生 经过这一劫 以后能跟何某 何某相仇 嗯 哈哈 哎呦呦 何大人哎呦呦 哈哈 何大人 您请回吧 我呀 啊 上岗了 你还挺忠于职守的 哈哈哈哈 嗯 那好 那个嗯 你就好自为止啊 嗯 放心 嗯 没谁会借这个机会 加害于你的啊 哈哈 我是因为我舍不得你啊 哈哈哈哈 哈哈 何大人啊 说句心里话 我也 舍不得你啊 你又闹了 哈哈 何大人 嗯 回家 嗯 嗯 你 季大人 小女子往日自命清高 没少得罪大人 今日流落民间 才知道大人的官生才名 青年不愿以以己之力 让天下百姓 失去您这么一个大清官 我这就去找皇上自首 哎 哎 苏姑娘你回来 你千万不要犯糊涂 苏姑娘 你不能去 哎 来啊 来啊 把这公子给我轰出成文具 走 大家都给我听着 我是侵犯苏清廉 凡有助拿我先给皇上者 皇上必有重赏 走 哎 这